时空这个界限它突破了 它能看到过去 能看到未来 能看到此界 能看到它方 光 经常讲无量光 不错 是真的 无量光 我们的肉眼 只能见无量光里面 极小的一部分 这个道理我们能理解 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平常最常是说的X光 紫外光 我们看不见在不在 在啊 我们能看到这个光 光波里头只有这一段 比这个光波长的看不见 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 这确实是无量光 到什么时候看到呢 随着你功夫向上提升 越来看得越多 现在科学家肯定 空间确实 有十一度空间 我们是在三度空间 加上时间 就是四度空间 实际上 时间我们没有入进去 只是三度 四度五度 我们就看不见了 六道 那一科学家的说法就是说 不同维持的空间 那照佛家来说 佛家将是化解 就是十种不同维持的空间 这讲得通啊 高维持的能看到低维持的 低维持的看不到高维持的 那这个概念我们有啊 所以 修行 修行 最重要的就是管住 其心动念 我们要想不造业 我们要想参除业障 其心动念 我们是反复 这是我们无法避免的 而且其心动念 维持的念头 我们根本 不能理解 我们无法掌控 没法子掌控啊 维持到什么程度 按照弥勒菩萨的说法 我们把它换成 现代人的言语 一秒钟 像画面 看画面的 一秒钟看画面 看多少次 两千两百四十兆 单位是兆啊 我们电视上的 这个屏幕 这个色相 一秒钟是多少次 一百四 一秒钟一百四 我们已经看到 好像是真 还能够掌控 这一百四 要把它提高到 两千两百四十兆 没办法了 这个现象在哪里 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看到所有的现象 包括自己的身体 那就是自己情形动力 通通包括这其中 都是这个频率产生的波动现象 现在物质现象被科学家揭穿了 科学家的报告 跟佛经常讲的一样 凡所有相 解释许我 所以科学家告诉我 我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 这个人叫爱因斯坦的老师 他也是专门搞 量子力学 搞微观世界 那就是物质到底是什么 被他揭穿 这大概一百年前的事情 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 佛经比他讲的更清楚 从哪来的 念头来的 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 这些幻想 聚集在一起 我们不认为它是物质 那多少 聚集在一起 让我们看到它存在 佛经上告诉我们这个频率 佛经上讲的是一坛值 这一坛值 一坛值有多少个念头 有三十二亿百千年 三十二亿 百千十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这一坛值 三百二十兆个 画面 物质画面 那么这个物质画面的存在的寿命 它多长呢 就是 三百二十兆分之一秒 一坛值 它已经有三百二十兆 这么多 这么多 聚集在一起 一秒钟可以谈七次 可以谈七次 成奇就是 两千两百四十兆 我们没有办法 掌控啊 连电视我们都无法掌控的 电视在一秒钟 一百次 在一秒钟 如果我们用电视 来做比喻 来做这个实验 我这个屏幕的画面 在 百分之一秒 这个速度之下 我们用按钮把它按出来 这个现象 是百分之一秒 我们会看到 什么现象 只是看到光一闪 光里面什么东西 统统没有看见 色相没看见 声音也没听见 它太快了 我们来不及 得要十几次 聚集在一起 我们看到一个概念了 那是问题没有 我们会有个概念 十分之一秒 看得是 看起来是什么 是一道光 光里都是什么 光里都好像 有树木 有房子 好像有 不敢断定 它太快了 如果说五分之一秒 就清楚了 你会看到 这个画面里头 有树木画草 有山河大地 有人 有男人 有女人 那个面貌 长得什么样子 不知道 它太快了 来不及 所以我们眼睛视力 很差了 不能跟 佛菩萨相比 佛菩萨有定功 像弥勒菩萨 这个一秒钟 两千两百四十兆 弥勒菩萨看到的 这个厉害 佛经上唱首 八地以上 你修行正的 拔地 菩萨这个地位 你就看到了 不要用仪器 也不要用数学去推理 什么都不需要 这个宇宙 你看得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语言 语言没有边际 能看到过去 现在未来 时间空间没有了 时间空间是假的 是我们妄想里面生出来的 不是真的 那么佛教导我们 是要我们回归自信 要我们恢复 无量智慧 无量得能 无量向好 自己恢复了 才能帮助别人恢复 这是佛陀教育 佛陀教育 真正帮助我们 那是没有法子想象的 最幸福 最美满 是最圆满的生活 充满了智慧的能 六种神通 奇妙无比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到美国去 城上飞机要飞十个小时 如果你是拔地菩萨 你念头想到美国人 已经在美国了 已经到了 不需要一秒钟 不需要一秒钟 而且非常安全 不禁动任何人数 你已经到了 别人齐心动念 你知道 他心痛 你看人 看六道众生 每一个人都看透了 他这一生所造的善物 前世所造的 在前世所造的 无量界之前 他所造的 你统统看到的 不但前面看到了 后面也看到了 后面还没来啊 明天没来 明天没来 他看到了 为什么 时空 这个界限 他突破了 他能看到过去 能看到未来 能看到慈戒 能看到踏风 那祝福的妙徒 他知道 他到极乐世界 很容易 所以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 最后的五月 特别为这些菩萨们 发得 那这些菩萨 不到极乐世界 跟极乐世界 成就是平等的 为什么 阿弥陀佛本愿 价值的 那是极乐世界 这个学校 你去很好 你不去也好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修行 阿弥陀佛 都价值你 你只要真心 真愿 只要肯念这句 佛 都得到价值 不可思议地加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